用數字看臺灣掌握最新財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在這收看本週的數字 臺灣 整個疫情 從一二三號武漢封城到現在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進入到五月 那麼時間將近的四個月 這個整個武漢肺炎的疫情所帶來的撞擊 我們先看這張表 現在到目前為止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全球確診病例還是不斷在上升 就三百七十七萬八千兩百五十 然後二十六萬一千三百多人死亡 這當中我們大概如果從這個表 從美國開始 美國現在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四萬四千五百三十八 然後累積七萬兩千八百七十六的死亡人數 我相信這是一個 大概如果從這當中 他每天都不斷的在上升 這個大概都是加號 從美國到西班牙 義大利到英國到華國 德國 俄羅斯 巴西 加拿大 這個歐美的國家現在排行榜大概都在前面 亞洲國家當中現在我們非常意外的發現新加坡過了兩萬了 他變成除了中國以外 亞洲算是名列前茅的國家 後面有日本有南韓 那後面我們稍微看到包括香港 臺灣跟澳門 在這一次的防疫上其實都表現可圈可點 我想這是一個大家如果從這張表當中 可以看到在五萬肺炎疫情的撞擊當中 他所產生的一個後座率是非常大的 這個當中有產生非常多的 這個像義大利的醫生 他們救了一百三十四個病人 他們兩個都感染確診 最後兩個都死亡 在臨終之前有一張合照 這個給全世界帶來一個非常大的震撼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到目前為止 整個疫情 大家對這個疫苗的研發高度的關注 那到底這個疫苗有沒有辦法很快的問世 那在這個禮拜 瑞德西偉一度中國臨床不好 但是美國說表現很好 所以這個現在還有一些爭論 那我們大概可以看到美國的這個現代的街景 這個非常的蕭條 你可以看到這個美國的話 這些大街現在實在廣場 沒有一個人 這個我們幾乎很難以想像 那全世界都在疫情當中 改變他的人生觀跟生活態度 那美國的密蘇里州 現在決定要對中國球場 這個開始打這個官司 這個也是非常可怕的 另外我們看到新加坡 大家在搶購後務 新加坡現在這個進入到一個比較高的緊急戒備狀態 這是Boris Johnson 他在生病當中 接受國際媒體的訪問 那他同時有五個五個論點 我們上禮拜提過的 你看到這個臺灣在這次的防疫作戰當中 得到全世界高度的評價 好我們先來看看在全世界的影響 今天其實我們要特別請杜宜錦先生跟簡真副教授 來跟大家談在居家上班 跟整個疫情所帶來的工作態度的改變 我們要稍微把這個這一次疫情當中對全球的撞擊的影響 第一個美國的GDP現在公告是負四點八 那這個四點八其實給大家非常驚悚 但第二季看起來情況更壞 中國是負六點八 所以這個是一個大家現在所想像到的 那個Steam Roach的華國大學教授講 美國經濟將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 另外IMF的這個經濟學家 郭平拿他講全球經濟今年很可能是經歷大蕭條以來 最嚴重的衰退 所以他估臺灣是負百分之四 那這現在所有的預測機構 我把主要的預測機構跟大家稍微簡報一下 他說今年這個標譜說全球經濟成長會是三十八年最慘烈 牛津的研究院他說亞洲今年的GDP會大概萎縮百分之一點 另外一個特別提到的這個OECD大概 他會整個產值掉了四分之一 這個都很嚴重 博蘭克說美國的經濟衰退 大概第二季會萎縮百分之三十 現在大家都在搶救 你看到美國現在要準備重新開機了 雖然很多人都在罵說這個風險還很高 但是川普認為拼經濟比較重要 所以他三階段重新啟動美國的經濟 歐美現在也慢慢把這個封城開始再鬆綁 臺灣的情況 嚴道寶華下修到一點五 中華經濟研究院是下修到一點零三 台經院是一點五八 大家都在一以下 這個是國際貨幣基金負百分之四 那這個情況大家我們可以看到 行政業主技術這個是可以參考是一點五四 那這個一點五四 大家從這當中可以稍微了解實際的狀況 另外我們要把這個產的情況 跟大家稍微簡報一下 美國現在的失業救濟 這個人數不斷的創新高 這個是大家無法想像 這張是香港的餐飲的失業 達到百分之八點六 臺灣的產業也是這個樣子 你看到股神巴菲特 這次美國漲了六千多點 他第一檔沒有回補 現在他也把手中賠產的股票 航空股賣掉 所以你看到他認賠航空股 那第一季他大概賠了五百億 這個五百億對巴菲特來講 也是史上罕見 我們可以看到全世界的航空業者 大概都在收減支出 這個支出波音情況很嚴重 那個巴菲特來清掉這個航空股 油價一度到負的 那現在大致上會在二十到六十當中 現在也有了期貨 現在慢慢的回升 達美航空 你看到他六十三點四掉到十九點一 另外波音最慘掉到八十九 從四百四十六掉下去了 那油輪大概三年不會翻身了 他從六十七點六九 至加年華 就是鑽石公主號的船 這個船公司 他掉到七點九 另外你看到這個遊樂園的迪士尼 迪士尼的這個狀況現在非常不好 他的獲利算退百之九十一 股價現在也掉到一百左右 這是大家所看到的 另外臺灣現在我們勞退基金 今年第一季大概賠了四千七百一十二億 這個也是情況嚴重 災情慘重的一個操作的結果 臺灣在這個疫情當中 其實我們算是表現不錯的 你可以看到新臺幣 在全世界貨幣貶值過程當中 臺幣是升的 你看到臺幣進入到三十以內了 那如果你對照一下澳幣是大幅貶值 另外這個這張是印度的盧比 他最慘掉到七十七塊 一美元掉對七十七盧比 另外這張是泰銖 泰銖一度比臺幣還強 那現在最低扁到三十三塊七毛四 那新臺幣現在在二十九點七八 這個情況是大家非常值得珍惜的 就是說在疫情的過程當中 大家也慢慢注意到 臺灣其實在整個防疫上 我們得到全世界高度的肯定 這個肯定當中 我想臺灣這次 我們在掌握源頭的疫情 我們發揮非常大的激動的效果 現在WHO也對臺灣高度評價 今天我們要來看看在疫情當中 我們剛剛給大家做的簡報 全世界大多的產業都變成淒慘的產 但是同樣有非常多的產業 他在疫情的過程當中 他們表現非常的出色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股價創的歷史新高 這個時候大家可以從這當中 看到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也就是這種居家辦公 然後大家在辦公室 沒有在全世界旅遊 但是工作照樣正常 你看就是臺灣 其實我們在今年當中 我們看到類似像華碩廣達的筆電 現在供不應求 而且狀況非常好 另外你看這種在大家 在居家辦公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改變我們人生的態度 今天我們邀請到我們AI的教父 我們請杜先生給觀眾朋友問候一下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非常歡迎杜先生 另外我們簡正副簡教授 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他是清大講座教授 我覺得最近得獎了 等一下你可以稍微介紹一下自己 我們先請這個杜先生 來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我想張宗某先生這次 他短暫的講說武漢會員會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 包括工作態度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給人類非常多的衝擊 那不久前你也接受蘋果的訪問 大概提到 所以你也來跟我們稍微聊一下 你認為這次的疫情 對我們個人或對整個國家 對人民造成的影響 這個包括你的哲學 跟人生態度 那這次肺炎疫情 其實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新聞模式的改變 那這新聞模式改變 就像剛才看到有非常多的GDP 跟實體經濟的這個impact 對 但是我覺得從臺灣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臺灣是在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第一個臺灣本身的反應做得非常的完善 所以臺灣到現在還沒有做到lockdown 這種這種問題 那另外一方面來講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在這一波的防疫的過程 其實大家就開始有所謂的這種 所謂的在經濟 就是大家開始在居家上班 開始做這種遠距醫療 遠距教學 那這種東西 以臺灣這種ICT產業來講 我們臺灣基本上在這種網路通訊 資訊的部分是非常的強大 那我們再加上 我們現在有這種軟體 這種能工智慧相關的結合 其實我們在這一次的 用人工智慧的方法 或者說網通的方法去解決 過去大家需要實體 對 實體 實體才能做到的經濟 用實體經濟的問題 我們其實在虛擬的這個世界上面 都可以做到 那尤其像現在最近大家常在講說 所謂的work from home 就居家上班 那以ILEP來講 我們在一月底的時候 就開始居家上班的這個演練 也就是說我們大概在一月中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武漢肺炎這件事情 那一月中那個時候就開始 我們其實也就開始在跟機關署討論 就是有可能有相關的這種措施 所以我們在二月初的時候 我們做出全世界第一個老藥新用 又能夠對方法去選擇 我們怎麼用原本的藥 原本就已經有的健保藥 來去做這個病毒 來做這個病毒的這種治療 那這個在全世界已經是一個 非常有代表性 我們在放在這個preprint 這個article是大概有幾萬個 這個下載 那同樣的就是我們在 你可以講在病毒株的追蹤 其實剛開始大家講說這個病毒株 你要從 是從中國大陸到美國 還是到哪邊 這病毒株的追蹤 我們其實也第一 應該是在世界上第一個結合行政院 在做病毒株的追蹤 也就是說我們感染的來源 其實不是只有靠我們傳統的疫調 我們還有大家所知的 這種細胞簡訊的方法 細胞就是這種 Cell phone tower的這種定位方法 那另外一個方法 其實我們就是用病毒株的定序 我們可以知道病毒之間的親緣關係 這個也是全世界第一個 那再來說就是說 我們再講說我們居家 居家這種居家健康管理相關的 其實這個就是也用到 就是我們在亞庭這種語音辨識 人眼辨識的方面 我們其實也有跟醫院相關的合作 就是說我們怎麼去利用這種 不需要實體接觸 但是就可以做到居家照護 居家防疫的這部分 我們也多有相關的捨入訊 那當然還有就是我們剛才有講到 我們怎麼 其實最近大家有看到這個社交距離的這部分 以前大家覺得說我們要 我們要保持社交距離 我們就需要當實體經濟 或者說要大家待在家裡 但其實也有一個更精確的方法 就是我們怎麼減少這個人 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但是不要去限縮 人的行動 人的行動自由跟經濟活動 那在同時我們也希望保障 個人的這個隱私 所以我們在臺灣在三月初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規劃這種 以Bluetooth的 做這個Social Distance App 那在四月初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有Alpha Test 這個在全世界可能也是第一個 把這個保障隱私符合GDPR觀念的 這個Social Distance App 我們把它做出來 那當然相對來講 就是說臺灣的現階段 其實反而是比較不需要用到 這Social Distance App 但是在我們這個App 一開始announced之後 現在其實已經很多個國家 不管是美國 歐盟或是英國 都有來找我們 甚至我們有 大家有聽 常聽到這個Google跟Apple 他在NIT四月初的時候 他有這個一個white paper release之後 他們也願意加碼 那其實五大巨頭的公司 其實也有之家 正在跟我們討論 有沒有可能拿臺灣的Social Distance App 去做防疫 那這Social Distance App 它其實不是只是一個App 因為它其實這種觀念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東西 放到我們的車連環 物連環 我們總共在保在飲食之下 我們一樣可以做好 資訊之間的交換 或者資訊之間的追蹤 那像這種觀念的運用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臺灣其實是在一個 因為像AI Lab 這是一種有點像Social Innovation 的這種概念 就是大家一起來這裡想問題 那我們這邊有最好的 這個人工智慧的人才 一起來解決現在社會有的問題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部分就運作得非常的快速 那包含像前幾天 AIT也密集的在跟我們討論 就是假訊息 在臺灣怎麼利用 臺灣是 因為臺灣現在有點像Honey Pot 就是說假訊息可能是第一個 會攻擊到臺灣 對 像這次的衛生紙之亂 對 先從臺灣發生之後 你就看東南亞 日本一直到美國 其實都是歐洲都是 repeat這種衛生紙之亂 就同一套邏輯 同一個方法 那其實當臺灣是第一個操作攻擊 但是臺灣的防禦是 在目前在假訊息 我們臺灣是全世界 假訊息影響第一名的 但是我們在臺灣 可能在假訊息的免疫能力 可能目前也是 名列前茅 反應速度很重要 所以所以其實現在各個國家 也很有趣 就是開始來找我們AI Lab 我們怎麼一起來做這個假訊息的 這種自動防疫 那在AI Lab裡面 我們就有一個 就有一套機制 比如說我們會把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information 就是不管是電視節目的主流媒體 電子媒體 或者是說社交媒體 這種相關的information 把它利用人工智慧的 這個NLP的觀念 我們去把它理解之後 我們build的一個nudge graph 那也就是說 我們其實我們不是去判斷真假 而是我們對這個世界發生的所有的消息 有一個全面性的瞭解 當我們有一個全面性的瞭解之後 我們就可以回過頭來看 每個訊息的發布的media 就是媒體它是不是中立的 那發布的發布者 就是記者本身是不是中立的 甚至我們到這個社交媒體裡面 promoter就是說 傳遞這個訊息的人是不是中立 我們都可以利用這種behavior 我們可以看得出有明顯的這個不同 那包含像這次 這次dodotators就是WHO 他宣稱臺灣有網軍去攻擊他 其實這部分 我們也臺美也合作做了一個研究 那我們其實也在第一時間 那dodotators他對臺灣 4月8號我們是有做 其實我們大概在4月9號 就把報告做出來 那4月10號 其實我們就report給美國國務院 就AIT 立刻schedule一個命令 report給美國國務院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這個反應非常快 然後接下來幾天 我就看到Donald Trump 他就說他要suspend 這個WHO的這個關頂 就蠻有趣 所以所以很多事情是這樣 就是說現在新的科技 面對新的challenge 有時候大家看到 coronavirus 覺得這是一個新的challenge 但是以現在臺灣有的這個科技水準 還有臺灣有的這個應變能力的水準 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次在武漢肺炎裡面的反應 在全世界都是有許多的方向 是可以值得被笑話 這當中等一下回來 我覺得還有很多可以跟你討論 等一下回來 我們也聽聽這個簡教授 給大家的看法跟觀點 歡迎再回到現場 我想我們來看看在全世界贏家跟輸家是完全不一樣 你看到這是蘋果的股價 這禮拜他已經上了三百 他最高三百一十七 所以現在基本上高點沒有差很遠 另外你看到這一家是亞馬遜 Amaroon的股價 這次最高到兩千四百七十五 他的市值超過一兆一千多億 那你看到美國歷史上很少有三家公司 股價的市值超過一兆美元 這當中也包括現在你看FB FB是在最近大家終於發現他一度是大跌 但是現在到兩百零八點四七 微軟現在是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 一點三八兆 一百八十五點五四 這個是他又接近原來的高點 那這個是Netflix 你看到很多人在家居家看視頻 這也是影響非常巨大 那這個時候他的數位串流的用戶數 你可以看到他不斷的往上在攀升 這個是影響非常大的 你看到全球資料中心 大家做在建構 所以那個在大數據的環境之下 這個資料中心的流量快速的成長 那全球超大型的數據中心的規模 像這個圖表你就知道了 台灣有一個產業一定會非常好 叫做銀端伺服器 那這種銀端伺服器 包括這次的筆電 大家會發現一個狀況 這個包括HP 包括Dale 他們都要求所有的關鍵零組件 連PCB都要在台灣製作 這個時候大家知道 在國安的要求之下 台灣這次整個產業 這種欣欣向榮的幅度 你前所未見 所以大家先來注意到 台積電今年的資本支出 影響台灣非常巨大 那全世界今年 其實對GDP的異估都負數 台積電大概估1.58 很多人問他們為什麼對台灣這麼樂觀 他說因為有台積電 所以有人講台積電是台灣很重要的富國神山 那我想在這個產業當中 第一個我們先請簡教授跟他聊一下 這個五萬肺炎的疫情 他對未來的產業所帶來的衝擊到底有多大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將來會扮演什麼角色 是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想就是說 確實是台灣在這個反應上面 是全世界的典範 我這邊秀一下之前 其實在921地震的時候 這個商業週刊也有一個報導 在講台灣為什麼重要 那我們之前中心做了一個台積電的個案 剛好主持人提到 就叫TSMC Way 那這個台積電他在他的所謂的Trinity裡面 當然技術非常重要 但是他第二個也強調manufacturing excellence 然後跟客戶的關係 那我想這也是台灣的產業 在這一次疫情 因為是全世界影響 那陳如剛剛社長提到 全世界都重視台灣在供應鏈 那甚至國家各方面 同意合作 包括剛剛人工智慧實驗室 這些研究單位都能夠很快地合作來 adress這些問題 那我覺得未來的產業發展 對於供應鏈的彈性 甚至為了要分散這個風險會更重要 那台灣在供應鏈的管理調度的能力 也是我們的一個軟實力 那應該把握這個機會 把這樣的軟實力 不只是只有高科技公司可以做 其實很多公司都可以推動這些 所謂TSMC為的這種製造管理 或所謂manufacturing excellence的方式 那當然這也是科技部 現在特別是我們人工智慧 製造系統研究中心 正在推動 希望把台灣高科技的強項能夠擴散 然後協助台灣其他產業數位轉型 那包括這一次口罩 原來是傳統產業 其實透過經濟部 透過研究單位 透過很多業者彼此合作 就很快能夠做起來 那我覺得這也是台灣 非常重要的契機 那事實上之前在2008年 那個金融海 金融海啸的時候 科技部的前身國科會 也有推動所謂的固本經濟 所以它有兩個面向 一方面是固本 就像我們現在很多產業要 也面臨這個疫情的衝擊 但另外一方面是精進 就是說怎麼樣結合新的科技 新的技術 還有全世界對台灣的重視 來讓台灣的這個產業 甚至台灣就是一個brand 然後讓各個產業都能夠 同時得到精進 包括產學的合作 包括跟研究單位的合作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好的機會 這個我想 這個態度這次 你看了先是 這個是大家在進步很久以後 這是德國的照片 德國他們希望能夠趕快恢復原來的經濟活動 有人靜坐在街頭 這個都是會讓大家高度印象深刻 那這當中其實剛才杜先生講到很多的重要的一個防疫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如果來回顧一下 就幾個月當中像陳思中部長得到大家高度的肯定 第一個他每天兩點都定時召開記者會 除非有什麼重要特殊狀況 那這個時候他透過跟記者的對打 他很容易讓大家可以從這個過程裡面了解到所有的疫情的狀況 所以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個記者會了解一些真正的這個在防疫當中的嘗試 這個是第一個做到非常好的溝通 那這個時候特別請教杜先生就是說AI的技術 這一次如果你從這當中來觀察的話 我注意到香港其實有兩家公司 這一家叫做這個平安 這個是阿里健康 另外這一家叫平安好醫生 這個平安好醫生 你看他股價原來二十幾 這一次漲到一百二十三塊半 大部分的公司都跌得很慘 但是那股價表現回來 這是阿里健康 阿里巴巴的公司六塊一到十九點九八 如果我們這兩家公司的這樣的一個表現來看 就是說這種遠距醫療 過去大家常在講 但是這一次在疫情之後 因為很多人不好 到醫院很不方便 所以這種遠距醫療 他慢慢就變成一個大家非常看重的一個主流產業 所以這個AI跟醫療的結合 我想他已經上了軌道了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看到在這一次 我們對那個這個這個確診病例的追蹤 包括那個整個他接觸者的框類 包括熱點的公告 那個其實有很多的大數據 或AI的技術在裡頭 這個應用現在這樣的一個情況 你跟我們大家稍微來聊一下 這就就像主持人剛剛講到就是 這次武漢肺炎他會有一個很大的 行為的改變就是 尤其是在醫療產業 過去臺灣為什麼遠距醫療 不好推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當然除了法規之外 大家看病太方便了 每個人都很容易都到家裡附近的診所 去看病 但是經過這次肺炎之後 大家開始心裡會覺得 看病的話 是不是有被感染的風險 而且再去醫院的話 其實會經過比較多的篩選 就沒事不能去醫院 所以所以你看如果說最近民眾到實際醫院就診的數量 其實跟過去比起來是差非常的多 差很多 真的過去比如說有長期的慢性病 或怎麼樣需要照護的人 過去大家可能都是會還是習慣去醫院排隊 去關醫院 但現在很多就會開始在想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透過這種遠距醫療照護的方式去解決 所以其實像我們像剛才提到就是過去有 已經有投資的這個醫療照護相關的產業 在這一波他們很自然的就會起來 那那像像剛才講的這個阿里健康運 這其實都是類似的 那其實在臺灣的話 我們也因為在這個遠距醫療法規開放之後 其實也已經開始有醫院跟系統整合廠商 也在找AI Lab 就是我們如何用這種亞庭人機界面 我們做好這種遠距的醫療照護 那這個醫療照護 除了就是說我們在一般的醫院 原本你是要面對面的這個問診的部分 我們能不能透過遠距的方式去問診 那甚至在像居家隔離的這部分 以前都是要醫療人員去打電話 詢問的部分 我們有沒有可能用人工智慧的方式 我們可以做到做好民眾的照護 確定他是本能 而且從他的聲音語音辨識 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有沒有什麼特別需要警示的這個地方 那這就牽涉到這種遠距 遠距你可以想 遠距當然你在醫療照護的這等級 你可以如果說牽涉到有高精密度的這種醫學影像 之前也有人討論過 你要怎麼去遠距做這種胸部X光的看診 那這種的話 你如果有高頻寬即時的影像需求的話 那其實也會很自然的會帶到我們現在 台灣一直在噴墨 就是我們5G的產業 未來是要怎麼去發展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次武漢肺炎 其實他是在醫療產業 其實他打開了一個很大的 大家去想像的空間 就是說 醫療的照護 一定要在醫院嗎 對 醫療照護不需要在醫院的話 那未來的這種醫療照護 現在我最近看到那個量體溫 他用無人機 用紅外線 然後再打開窗戶 這個也是一種方式 對不對 那所以所以 剛才講到量體溫這件事情就是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 我們要開始設計這Social Decent App 就是我們有一個Social Decent App之後 大家就可以知道 我們怎麼去降低人跟人之間 實際的接觸 那降低感染風險 那最重要的是 這App 他等於是一個指標 給不只是個人 每天行動的這個參考 那其實也是給一個商家 就他 像醫院他要 run這個business 或者是商家他要 run這個restaurant 那我們怎麼去建立新的模式 新的行為模式 讓人可以減少這個實體的接觸 那我們剛才講到遠距醫療 那甚至餐廳的話 我其實也看到已經開始有些 新創的發生就是說 他一樣從餐廳的點菜 一直到上菜 其實都會沒有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那所以你到一個餐館的話 你如果說 他這個餐館是 follow這種減少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所以我們的Social Decent App 我們就可以量得出來 其實進了這餐館 我們跟人之間的互動 就會跟去沒有做好這種 Social Decent的餐廳的 相比較起來的話 他的這個對人的這個傳染的 這個可能性 他的風險就會降低很多 我想這個新科技運用 我相信在新的時代 他會帶來衝擊 是非常巨大的 那我們在這個整個大的時代當中 等一下簡教之後 也可以告訴我們就是說 其實武漢肺炎的疫情 他改變很多產業的生態 這個產業生態 就對臺灣來講 我覺得好像臺灣的好運 正要來 等一下我特別跟你討論一下 我們怎麼來看臺灣的產業 重新再生跟再出 稍微來 我們來看這個疫情所造成的影響 這張表示澳門的博彩業 現在情況非常嚴重 他四月份的收益 大概少了百分之九十七 所以賭場重新恢復 但是也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看到香港在公佈他的三月份的這個幾個零售 因為煙酒類這個煙草 大概少了百分之八十二點五 另外珠寶首飾中表收了精品 下滑七十五點二趴 另外藥物跟化妝品 少了六十三點八 這個情況其實都是嚴重的 另外在這個疫情之後 還加速更多的產業要離開中國 這個也是帶來非常巨大的影響 這當中我特別在想說臺灣在這次疫情的來臨之前 我們也可以看到臺灣 其實我們面對一個是大的時代 一方面我們的這個大陸跟臺灣 大概會變成對照組 為什麼大陸是用強制管理 臺灣是資訊透明跟民主的改這種開放的態度 來面對疫情 結果也很有效 但是這個給臺灣 我覺得更大的一個啟發就是說 臺灣的產業其實在這個在十字路口上 我們以前很多的臺灣的大企業 都喜歡跟大陸的這個高官建立關係 大家喝酒 然後靠鄭山關係 然後去取得更大的利益 現在這個看起來 這個這條路 凡是靠這個我看都很慘 但是臺灣開始慢慢就靠著創新 靠著技術升級 不斷的來提高它的這種附加價值 最簡單叫做毛利率 我這台今天我非常佩服 為什麼 他毛利率從四十一點多 然後四十三點多到四十七點八 然後五十點 第一劑五十一點八 這個是非常了不起 那臺灣其實 我們看到大部分IC design 你看那個信法 就那個 他是這個伺服器的IC 他已經到六十三點 我覺得那個都很了不起 所以你也在提倡 就是說工業四點 你出來這個工業三點五 這個對半導體 我想你有很多的看法 其實臺灣在這樣的一個創新的路上 你看到有哪些曙光 是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今年年初 Nature Nature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學術期間 他特別訪問我們中心 也訪問臺灣 就談臺灣這種彈性製造的能力 那這個能力 當然我剛剛也提到 在TSMC位裡面 製造的excellence也是他的重要的一環 那這樣的能力其實在臺灣很多產業 其實都有或多或少都有 只是說借助這些新的科技 借助大數據 借助AI的程度有多少 那這一次的這個疫情 還有整個產業的運作 會讓很多國家開始想 他的整個供應鏈 甚至他的製造不會只有在特定的地方 以前都是為了cost down 那那是當他在分散的時候 這個企業corporate 他在做資源調度 在做這種cost down 甚至做於總體資源的效率 而不是單獨材料的成本 或生產的成本 這樣的考慮會越多 那這樣的話就給臺灣 這種彈性製造的能力 數位決策的能力 乃至於跟產業的domainary 結合起來把AI放進去 產生很多的機會 那當然IC是我們的這個復國神山 或是我們的Driving force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從半導體產業以外 也慢慢擴散到其他的產業 那全世界越來越重視 臺灣在這一方面的能力 這當中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 在臺灣的產業部分 現在因為台積電這種帶動力 我最近也注意到 一個他每一年 如果一百五十億的資本支出 然後美元 那臺灣可以一方面 我們上上游大概 他會連結到像艾斯摩爾 或Planet Curie 就是說大型的國際的 半導體設備商 他們因為台積電的採購 一直都保持非常好 那這幾年臺灣其實 慢慢也發現 台積電現在行有益力 他可以開始在扎根 就是說他照顧更多 臺灣的設備供應商 所以我覺得那個這個產業的這個眾生 他正在拉大 拉大的時候 我相信這種AI的應用當中 其實還有一個 簡教授稍微跟我們提一下 很多IC Design House 我覺得我們有一段時間 好像被中國快打死 現在好像又爬上來 這裡面的上升力道在哪裡 我覺得IC設計 他就是一個需要創新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現在的這種產業的生態系統 他不是只是靠國家的力量 就可以完全的去強制 但是臺灣因為有非常完整 包括從從這個軍員製造 封裝測試 然後我們還有很多的IC設計 服務公司 甚至我們現在的IC設計 就是說應用性的IC 包括剛剛提到的 Apple Application的 然後另外AI現在也開始往這種IP 或是設計服務化 所以會讓臺灣的發展 又又又更多這種support的力量 我覺得這整個生態系統的蓬勃 是很難靠人工的方式來複製 是 好 我想這個現在等下回來 我們請杜先生來 剛剛稍微聊一下 就是說臺灣現在AI的實際的發展 跟應用 現在到底我們 我們的水平到什麼程度 這個我想大家很關心 現在其實你看到 臺灣人工智慧 你的實驗室 現在的角色 也可以稍微跟我們聊一聊 那在這次疫情當中 你看到我們有多少用AI的技術 在這個疫情當中 產生非常大的效力 我覺得那個應用 應用端 讓我們觀眾朋友 再透過你的說明 可能會更直接更清楚 好不好 稍微來 好 剛才這個其實杜先生跟我們討論說 那個discine app 那這個在這個應用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讓大家刮目相看的 那我想很多人大概也不太瞭解說 在這一次我們陳時中部長所帶領的這個國家的這個中央防疫中心 包括像張上淳他們很多的病例的研究 他們每天都在前頭 但是我相信AI的很多的資源的技術是在後頭 大家可能看不見 所以是不是我們杜先生來跟我們稍微聊一聊 就是說在這一次防疫作戰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哪些是AI在後面承擔非常大的功能 然後將來這種應用 它會在防疫的這個過程當中 會扮演怎麼樣更重要的角色 就你來談 好 那就剛才有講到 台灣有非常堅實的這個ICT產業 我們也有非常強的這種cloud的這種產業 那所以台灣本身在這種大數據的應用跟計算 本來我們就是有具備這種能力 那再往這上面去做的話 其實這是一整個vertical 那這個vertical在上面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要怎麼去創造這個數位經濟的價值 當我們再講創造數位的經濟的價值 其實你看到現在為什麼Microsoft或是Emeron 它的股價會這麼高 其實都是因為它的cloud的service 在創造它公司的價值 那其實台灣在這一波 其實你已經看到台灣在這一波 我們已經在人工智慧的領域 我們已經找到一個新的思路 就是說其實Emeron會上來 就是因為它有AWS Microsoft會上來就是因為它從AI first 做出AI cloud的這個service 那其實這樣你可以看到 台灣我們在這一次這波反應 其實我們也做到了全世界沒有的一個高度 就是我們利用台灣的ICT 我們利用台灣的super computing的power 然後再往上我們再做到我們就比如說像我們這種基因的演算法 我們做到老藥新用 那老藥新用的部分我們協助台大 協助國衛院去做老藥新用的研究 那同樣的就是我們也用到了 現在快篩好像也有用到一些 對對對 快篩也是快篩跟疫苗的這種 其實也用到我們過去 比如說我們拿來做癌症的這種標靶治療的這種這種演算法 我們也是一樣都拿來做應用 那像剛才講到這個病毒株的溯源的部分 其實我們就是運用到像我們過去罕見疾病相關的這種演算法 這個其實也是我們這個基因實驗室裡面做出來的 我們可以很簡單的就把一部分的功能 我們就可以拿到來做為這個病毒株的這個溯源 那同樣的我們在最後這個相關的這種 你可以看到最近有非常多這種醫療的論文 那其實你要去找到這些演算法的 就是世界的證明在哪裡 你希望找到證明的話 我們其實也有一個用能工智慧去閱讀完 全世界的這個論文之後 拿這個來support這個全世界的研究學者 他不需要去一篇一篇看論文 而是我們幫他看完論文之後 我們幫他做summarize 所以我們在臺灣有了世界第一個老藥新用的 這個演算法的歷史出來 而且我們是世界第一個 我們把這個臺灣的健保藥物跟FDA的藥物 相關的所有的darking測試 我們把它換到公開的網路上 那同時我們在醫療影像的部分 我們跟臺大就是張允中主任這邊 有之前做了肺炎的影像 之前肺炎是只是一般肺炎 但是我們特別在這一次也把他extend到武漢肺炎 然後再結合我們這個健保的大數據 就是我們健保其實現在有 健保也做了兩年的醫療影像的大數據的研究 所以我們現在跟健保做了一個simulation run 就是把我們利用這個胸部X官 我們再看臺灣一百零九個 有胸部X官的case 這三個月裡面 我們有二十七個是可以在PCR檢測裡面 比PCR檢測早判斷 他是武漢肺炎的這種case 這種都是全世界 你可以在其他各個國家 你找不到任何一個國家 有這樣子做到這種深度 而且這個我們一旦把它放到這個網路上 一旦把它寫成論文 其實都是世界各個國家 就真相來我們這裡去學習 那這種這種成果都不是說 我們一個公司或是一個團隊可以做到 其實這個這就是一個臺灣 我常常講就是一個 social innovation concept 就是鄉民的精神 就是當大家遇到一個問題之後 那有這種ICT的專業的 有super computer專業的 那再結合我們這種有cloud專業的 那有我們這種演算法專業 其實你可以看到一個很漂亮的vertical 就在這裡面把它架起來 那這個我們實際的演練的過程 他很多東西可以變成實際的產業的應用 那他的這個產業應用 像李華松現在超大型的 全球超大型的數據中心 資料庫 對 現在我看那個emarone 這個google他們現在都在建這個 而且全世界 對 所以你可以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未來世界掌握資料 就得天下 就掌握經驗 榮大樹記者 得天下 掌握資料之後 你要 我常常講說資料是實用 你要怎麼去煉油 其實就是 就是比我們這種人工智慧的演算法 那我們要怎麼去煉油 你這煉油的設備 這其實就是我們臺灣的ICT 所以當你看到我們 我們在在定位未來的這個數位經濟 我們去怎麼拿下這個數位經濟 臺灣在這個全世界是一個非常好的 showcase 我們利用這次武漢肺炎 我們就把這些成果呈現給全世界看 那全世界就主動來找我們 因為武漢肺炎 其實他也造成一個事實 就是過去是我可以選擇 我要改變 或是我不改變 但是武漢肺炎 他其實在許多的產業 也有一個事實 就是我們不得不改變 但他有意識到 我們不得不改變 他就會來找 就比如說教育業者 就會開始找遠距教育的輸出 那這個醫療業者 就會開始找遠距醫療的收入訊 那甚至醫療業者 我要怎麼 我如果說醫院沒有判斷 這些武漢肺炎的經驗 我們要怎麼去結合 有判斷武漢肺炎的經驗 很自然而然 這些我們臺灣做好的show case 大家就可以使用 那我我可以舉個例子 就是說我們在臺灣有全世界 第一個就是我們開放 讓醫院全世界的醫院來申請 我們可以他只要來申請 我們就可以開個帳號給他 那他就可以上傳他的胸部S官 那對一般的醫療院所 如果說他沒有看過武漢肺炎病例的人 他上傳他的胸部S官 我們就可以告訴他 這個是是不是肺炎患者 那如果是肺炎患者的話 他是不是武漢肺炎患者 那我們從能夠做演算法 我們覺得他是武漢肺炎患者 是基於哪個部分 這個我們目前有一個對外開放的interface 那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個interface 可以這麼快地呈現給世界大眾呢 就是因為在這個interface之前 我們在2017年就已經跟極光署合作了 全世界第一個瘧疾的自動檢測平台 我們也是用這種開放的方式 我們把演算法開放 那我們也公開一個interface 就是讓全世界的那個人可以上傳瘧疾血清 那我們就可以做自動判讀 我講這個今天非常感謝杜仙給大家帶來一個在AI的應用 所以回來 我覺得你可以跟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你一直都在學校 像這種這次疫情來的時候 對校園的衝擊 學生到底有什麼想法 這個也是你可以稍微跟大家聊一聊 另外我們對未來對人生 其實有什麼樣的一個新的思維 等一下你再跟我們來開示一下 稍微來 好 我們節目漸進尾聲 我相信在這次武漢肺炎的疫情所帶來的衝擊 都是百年一億 你沒有看過油價會變成富的 同時你看到股票市場 它不斷的在溶斷 那這種情況你也很難得看到 時代廣場完全沒有人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 我們這一生當中從來沒看過的 那我相信這個產業裡面 包括銀端經濟 也包括這種定業經濟 它不斷的在改變我們的生活形態 也請我們簡教授來談談你的想法 是的 我覺得對校園也是一樣 一開始當然過去 網路上課老師不算多 不過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很多課程都變成網路 我們其實很多同仁都講說 反而第一個覺得上課好像更累 上課平常實體的時候 還可以有時候點一下學生討論 網路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不容易看到學生的互動 所以要講更多內容 另外一方面本來擔心說學習效果不一定好 但我覺得臺灣 其實因為我們的這些infrastructure本來就很ready 所以剛剛杜先生也提到就是一種社會的創新 我覺得學生現在更習慣在網路上不是只有打game 還可以討論作業交流 所以我因為現在學期已經進 就是說已經其中了 其中報告大家的專題的討論各方面 我們可以看得到其實沒有受到太多的影響 那當然另外學校因為覺得說 疫情主要還是靠這些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或是相關的部會等等在努力 所以我們學校有提供一個機制 就是這些人是在戰場上 那我們希望等到這個疫情之後 所有投入醫護 投入防疫的人 他們可以來清華來免費用學校的資源 然後作為一種回饋 那這樣的一個機制 我覺得結合現在這種社會 因為疫情讓大家重新去思考更多的價值 我相信對家庭對家人也一樣 那當然有很多的社會的階層 他是需要每天去工作 或是他需要很固定 即便是微薄的收入 我覺得這個部分的影響其實是更大的 那將來怎麼樣 在這樣的一個轉換的過程 結合新的科技 讓這些原來依靠這個的 也能夠找到角色 然後讓他的生活不要受到太大影響 我覺得這個也是值得 這個影響是非常大的 我相信很多人以前每天都在出國 非常頻繁 現在今年到現在為止都不能出國 這個波音最近有一個報告 他說全世界最快要到2024年 這個國際理由才會恢復正常 那如果現在才2020 你想大概要花四年的時間 你的出國可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就從來沒見過 另外一個就是說 餐廳也許將來可能室外會更好 我前一陣子在有一個頒獎典禮 我租到那個頂樺的頂樓 在空曠之外 大家感覺完全不一樣 所以新的商機可能大家要共同去創作 好 這個今天我們謝謝杜謙 也謝謝我們簡教授 感謝大家的觀賞 下週同一節 請大家繼續收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